有料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大仙步能用钻石换步 哼想白嫖 这么炫的机甲模型 让你白嫖了 岂不是马哥哥又要亏的做公交了 诶等等 这皮肤居然是勇者系列的老皮肤 难道说我的天还真有 88碎片有点多 我这还差十几个怎么弄 简单 战令换十个 每周签到中几个 再把之前活动攒的积分全部换掉 88个碎片齐活 王者荣耀启动 为了防止有同学跟上面的情景一样 买了皮肤后 坑了几盘就开始放着仓库等吃灰 我这就把我多年平整土地的经验传授给大家 其实流善作为辅助最大的优势 支援速度快 控制能力强 并且具有不俗的拆塔能力 连人带塔一起锤 锤着他们三秒内都不能动 能控三秒 那岂不是比龙王还持久 怎么做到的呢 很简单 我们组一技能 然后装备带一点减CD装 把一技能冷却时间 减至五秒以内 操作原理基本与亚瑟打双沉默一样 先一技能存一发强化普攻 走到人脸上 二一一三连锤 是不是刚好三秒 这里注意一点 一技能的强化效果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持续三秒的加速和护盾 第二段则是持续五秒的强化击飞 也就是说 即使你盾没了 加速没了 人物动画也放下双手了 你依旧可以在两秒内使用一次强化击飞 那大仙大仙 你说这锤三下就锤三下呀 哪有那么多木桩子 傻傻的站着不动给你锤 没加速 你怎么可能走到别人脸上 说得好啊 这时候关键就来了 那就是刘善该带什么召唤师技能 现在主流的玩法都是带晕眩和闪现 带眩晕没什么好讲的 一技能加速冲上去 一顿电疗 秒接二连控制 莽就完事了 而带闪现就别讲究了 不要太指望刘善一闪开团能锤中人 因为一技能控制与普攻挂钩 导致刘善想捶人的时候 不是原地鬼术捶不到人 就是捶人的速度太慢 被人直接走位躲开 所以刘善正确的开团方式 应该是二闪 而且是反向二闪 问我为什么是反向二闪 这样比较隐蔽啊 只要你操作没失误 基本上没有人能躲得掉 第二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 这样看起来比较帅 然后就是备战方面 这里我推荐的明文带 宿命 狩猎 鹰眼 装备推荐 机影 抵抗鞋 不强 暗影战斧 兵脉 魔女 那有同学就会问了 为什么你这样一个辅助 带这么多攻速 因为在王者宇宙中 物体的下落速度 跟他的体重无关 反而与攻速挂钩 攻速越快 他垂得越快 所以机影这件加攻速 加疑速 加血量 还减CD的神器 不出一个简直 有点对不起自己了 好了 节目先到这里了 近期我们的马超就要上线了 到时候说不定啊 我们还能在碎片商场 买到马超的半身皮肤 不多说了 我要加紧开始 我的新一轮碎片收集之旅了 我是张大仙 我们下期再见